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太神奇了,吃了二十几年的鸡蛋了 我觉得我都快吃腻了 突然就看到了这种做法 说来你可能都不相信 真的是吃一次就爱上了 实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今天就决定把这个配方分享给大家 美食不能独享嘛 现在我们先来把鸡蛋清洗干净 往鸡蛋里边加入一勺小苏打和一勺熊盐 再倒入清水 把鸡蛋放在盐碱水中浸泡五分钟左右 我们用厨房纸巾把鸡蛋一个个的擦洗干净 鸡蛋清洗过后是不能保存的 那样会破坏鸡蛋壳上的保护层 洗过的鸡蛋放不了两天就会变质了 所有我们买回来的鸡蛋都是没有被清洗过的 而鸡在鸡蛋的时候 难免会沾上鸡粉 还有附着在蛋壳上的大肠杆菌 清洗不彻底的话 肠胃不好的宝宝吃了就容易坏肚子的 所以我们每次在煮鸡蛋前都应该彻底的清洗干净 再用清水清洗一遍 现在我们装入盘中 然后锅中烧水 先不用急着放入鸡蛋 等锅中紧密集的小泡泡时 我们加入一小盐 再放入鸡蛋 这一时随时温热的 加入食盐可以防止鸡蛋在煮的过程中蛋壳破裂 而温水再下入鸡蛋呢 可以使鸡蛋不易煮烙而且不易破壳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再转中小火煮8分钟就好 切记煮的时间过长或过短 否则蛋黄中的亚铁离子就会与琉璃子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硫化亚铁的赫氏沉淀 妨碍人体对铁的吸收哦 煮鸡蛋的时间我们来准备几根葱白 葱白切断 一块生姜 生姜切薄片 切好装入盘中 跟着加入几片香叶 两三个八角 一根桂皮 一小把花椒粒 几个根辣椒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鸡蛋也已经煮好了 用肉少捞出来 立即放入凉水里边 这样经过热胀冷缩鸡蛋会更好包壳 不烫熟之后就可以把鸡蛋皮包下来了 现在包壳就非常的简单了吧 去皮的鸡蛋我们放入盘中 然后锅中烧油可以多来一点 大火烧热 可以用筷子试试 放下筷子则会能够挤密挤的小泡泡 这一个程度就很好 油温五层热 我们下入包好的鸡蛋 用中火来炸 期间我们用漏勺翻动一下 防止粘锅 炸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停的翻动 使鸡蛋收入均匀哦 中小火慢慢的炸 防止炸糊 炸至表皮焦黄 像这样之后我们用漏勺捞出 现在把油温升高 然后再放入鸡蛋复炸一下 翻动一下使其瘦肉均匀 时间不用太长 30秒后就可以控油捞出啦 就像这样 炸出漂亮的糊皮状就可以啦 装入盘中备用 锅底留油 现在下入刚才准备好的料头 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一罐啤酒 大火烧开 烧开后就可以开始调味啦 加入一小时盐 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蚝油提鲜 用铲子搅拌均匀 跟着就可以下入炸好的鸡蛋了 翻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小火焖15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小葱 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小碗中再加入一勺干淀粉 打入清水用勺子搅拌开 加一碗水淀粉就调好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边时间到就可以打开盖子啦 哇 满屋子飘香 孩子都惨得不行了 现在先把鸡蛋捞出来 跟着再把料头捞出来 然后加入半碗水淀粉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食料汁成这样的粘稠状就可以啦 关火 然后把料汁浇在鸡蛋上 再来一点迷人的小葱花 这样一款咸香开胃 下酒的啤酒胡皮鸡蛋就做好了 这道啤酒胡皮鸡蛋 色泽燕黄 风味别致 解馋又过瘾 还有就是携带方便 储存期比较长 还可以作为存机外出旅游 携带的方便食品哦 比肉好吃白贝的啤酒胡皮鸡蛋 蛋香味美 酱汁浓郁 好吃到挺不下来 方法简单 一学就会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阿样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